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世代共荣 老幼共学的理念 市政府教育局在南港成德国小的南港热灵学习中心 成立了全国第一所代监学习基地 结合社区资源与教学课程 让长辈与孩子们有相互学习的机会 让长辈迈向健康老化 请接盘 台北市代监学习基地顺势启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市政府教育局局长曾灿金 及多位贵宾 在成德国小的南港热灵学习中心 共同为全国第一所代监学习基地揭牌 代监学习基地将推动老幼共学课程 让祖孙之间透过彼此学习 营造生活乐趣 也让长辈们透过多元学习 能达到健康老化的目的 现场特别安排社区长辈教导小朋友包水饺 传承长辈的好手艺 市长柯文哲与教育局局长曾灿金 也一起动手包水饺 体验老幼共学的乐趣 因为孙子要吃 所以我们做的都是一口奖 最后一个 我这样讲就泄露鸡面 人家说你怎么会跟岳母 岳父岳母都搬到我家来住 这为什么 因为去外面雇佣人还有钱 这一下就讲出真正的理由 所以岳父岳母 这也是人之常情 我发现 特别是我们的 替女儿做大家比较不会抱怨 替媳妇做就会血血量 所以我就发现 所以结论是跟岳父岳母住最安全 照顾品质也不会太差 也不会抱怨 也不会什么 所以我们的小孩子都是岳父岳母养大的 这一下子要泄露国家去 这也是实情 因为双亲家庭大家都上班很忙 所以后来照顾孙子儿女已经变成这种阿公阿嬷的责任 当然当中是在家庭的现况 拿到学校来 所以祖孙共学 在我们一上阵就开始在推了 祖孙共学 我相信这个将来 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计划 叫EOD计划 因为台北是236个学校 70%的校舍在未来15到20年要改建 因为这个教育局已经有资料给我们看过 因为当年民国57年 14.9年国民无教育 所以那一下学校要干很多 到现在为止都满50年了 所以本来就要泰范 所以现在想说 如果假设从现在开始 所以后来为了这个 我们特别在副秘处长 就找一个副秘处长 专门负责这个业务 未来大概15到20年 台北市70%的校舍要改建 在改建过程当中 如何把这种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里面解决掉 所以将来这种祖孙共学 这种我们叫代监学习 将来变成一个主流 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学校范围内有幼稚园 也有社区大学的热灵学堂 有没有办法让这两组人去在里面一起活动 这个就要涉及教材要怎么做 私事要怎么做 基地要怎么做 因为这样你要做这种课程 空间也要特别设计 这有什么好处 我会发现你长者跟小朋友玩 也比较年轻 你每天回去老人看老人都不晓得看什么 你现在八十枚丘那五枚就算了 这个我们说课程设计是这样 我有看过那个小朋友 吃奶嘴 那在罚手机 所以这个叫罚世代 什么世代什么世代 罚手机的世代 我真的有看过他在吃奶嘴 大概差两岁 我看两岁已经在罚手机了 所以是这样 能不能让小朋友来教 我们的长者阿公阿嬷 山西产品 倒过来像今天摆出来 那这长者总是有东西可以教小朋友 叫他们煮菜 这个就有趣的互动学习 所以大概我们这个代歼学习 不然是从乐龄学堂到代歼学习 这大概是也是时代潮流 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要开始准备师资 教材 还有这个空间的设计 大概就是一个重要责任 我想我们这个超高粮的社会 已经确实来临了 那我们在社区大学 是for 55岁以上的 这个长者来学习 那乐龄学堂有一些部门 是for 65岁以上 那我们现在成立第一所代歼学习 强调是祖孙共学老少共学 也就是说长者 他很多的修罗才 甚至很多的文化的习德 包括本土语言的教导 然后他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哲学 怎么成功做人主事 其实可以教导给孙子 那孙子呢 他们是数位原住民 他们在山西方面有很强的素养 可以透过这些他们的素养 来教我们这个阿公阿嬷 比如说怎么用LINE 怎么用FB 怎么样跟社群做对话 也让我们长者能够跟上时代 能够来善用智信科技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们这个老少祖孙来共学 来增进彼此之间的 这个和谐共融的学习 那我们未来呢 我们希望会在每一个行政区域 推一到两手的代监学习 希望让我们的社会 能够朝共学分享的这个方向来努力 我们也欢迎现场的男逼一起跟着我们 运动一下太极有氧 社区长辈和小朋友也一起进行太极有氧运动 让现场的气氛相当欢乐 市长柯文哲说 台北市今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台北市率先全国成立代监学习基地 透过研发各种代监学习方案 促进不同年龄层间的互相学习与理解 达成世代融合的目标 教育局也指出 未来全市各行政区将陆续成立代监学习基地 让长辈们透过活到老学到老 迈向健康老化的精彩人生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国境开放台北市军泉局今年辅导两处景点 与13家旅游业者加入穆斯林友善景点计划 期盼吸引穆斯林旅客来台北感受便利的观光生活 来到101参观逛街或是用餐 穆斯林都可以到这个空间方便他们祷告 台湾在交通运输社会安全与信仰自由等 都表达了对穆斯林的友善与尊重 陆续有多个旅宿与餐厅提供友善措施与观念 台北市军泉局在108年开始 启动这样子的一个穆斯林的景点 跟旅宿业的辅导计划 那当然我想如同我们在这几年下来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 让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北市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服务像是祈祷室 静下设施 还有比如说祈祷的时候需要用到的碳子等等 对于他们来讲就是 每一天必须都会使用到的 但是对于许多国家跟城市来讲 其实要布设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并不是相当容易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辅导大概78家 花花来像旅宿啦景点等等 但是其实对于能做的事情还非常多 我们希望能够在台北市 就是总共有大概600家的一个 宇宿业者来看我们希望能够推广 到至少也要到150家或以上或更多 那我们这三年下来推动了大概80家 其实不算太多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努力 那此外我们在知名的像景点 像101 像主导101 台北市去多多的交通设施便利 像台北车站也是 那旅馆跟饭店提供 大大认证的食物 那提供给这些穆斯林的朋友 目的就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台北市 是一个最多元最包容友善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也年度的来举办开灾节 穆斯林家电华 那让穆斯林的朋友在台北市能够生活更便利 更舒适 这都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在推动 穆斯林友善的一个政策上非常重要的目标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计划成果 能够继续努力推动到更多地方 那波进从10月13日解封之后 我也希望我们许多的旅馆业者 已经能够迎接更多的一个 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北 那穆斯林的一个旅游人口 在全世界是 我想是首屈一指的 上亿的 上数十亿的一个穆斯林朋友 都欢迎来到台北市来做个旅游 这是我们在政策成果上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绩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与台北市政府合作 一起参与今年度的台北市穆斯林友善武术 以及景点的这个辅导的一个计划 那今年呢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全台北市已经有 成如主持人刚提到 有78家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验证 那么其中不凡许多过去 我们都认识了许多好朋友 也都有许多接待的 穆斯林的一些经验 当然 在过去疫情的这三年期间 大家也都非常的辛苦 有许多的旅馆 我称赌局长所言 他调整为防疫的旅馆 但是我们也发现 在这过程中 有许多来台湾 念书工作 甚至经商的路径防疫旅客 他们其实是穆斯林 那么在这段期间内呢 因为隔离非常的长 祷告跟饮食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开心这次参与的一些旅馆朋友们 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重要性 在辅导的过程中 他们很贴心的替我们的不适应朋友 每天三餐准备了哈拉的这个餐点 以及在客房设置了许多相关的设备 那随着我们开放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也期望 接下来呢 今天有许多在场的一些 駐台的一些使馆跟使节 他们出席呢 有机会呢 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跟他们多做一些交流跟介绍 也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 向在场的各位使馆代表大使 来说明一下 台北市为了争取国际穆斯林来台 所做的一个努力 以及业者所准备的一个用心 此外也有许多来台就学的穆斯林 勇敢而发 分享在台经验 感谢就是台北市政府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景点 还有我们的履书会者的努力 比如说呢 他在他提供了很多 就我们提供了很多 穆斯林朋友在饮食跟生活上面的一些 便利跟友善的设施 比如说像今天台北101台北车站 还有像是国际会议中心等等 都有穆斯林专用的一些祈祷室 还有静下的设施 然后所以他让我们这些穆斯林朋友 其实感觉非常的安心 那所以他觉得他真的是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来到台北工作或学习 因为他觉得他其实是受到了很好的对待跟尊重 那所以他也是再次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努力 那也希望其他城市可以跟台北市一样 就是提供穆斯林友好的环境 就算他带着铜巾 走在台北的街头 发现在这些公共场合呢 也都是觉得很舒服自在的 不会受到任何的这种歧视 那他觉得台北的教育跟日常 就是教育的环境包含各个大学 然后跟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 给他们的提供了非常好的穆斯林友善的环境 那包括了当然台北有很多很好吃的地方 也都有提供这个哈拉夫认证的食物 包含他自己很喜欢吃的牛肉面 西门丁的牛肉面啊 然后有这个炸鸡大师 他说他的一些穆斯林的好朋友 都是很喜欢吃这些食物 那当然也希望呢就是他的好朋友 像家人来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也很放心 如果家人来visit他的话呢 在台北的各大饭店 还有包括早餐 都有这个哈拉夫认证的食物 那包括像是刚刚我们提到 喜来对到万豪这些 他就觉得说家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几年就是特别多的印尼学生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跟台大的国际组 这边有合作 包括在疫情的中间 学生呢住宿就是会在 特别印尼的需求是会要求 就是他想要事先知道说 住房的方位 那这个在过去我们其实还蛮伤脑筋 就是不知道这些要求 那他们特别也会在就是来台湾之前 搜索就是有没有素食餐厅 那因为在公馆这边 其实他其实算是还蛮多元 就是还蛮算蛮国际化的 在譬如说水源市场 他就会有双羽的menu 然后在路上其实还蛮容易看到 就是有穆斯林穿着的学生 然后特别今年我收到的资讯就是台科大 他光印尼籍的学生就有一千位 然后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 不过就是说在建制上面 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 会花非常多的钱 然后刚好那个观传局 这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们在过去已经大概知道 就是说穆斯林他的这个人口会非常多 那只是穆斯林来台湾最担心的就是说 每一种食物可能都含有猪肉 所以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是先介绍了素食餐厅 然后我在想就是除了我们屡素 这次拿到认证之后 我们可能还要再更深入的了解 就是说在穆斯林在饮食上面 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介绍这周边的环境 给这些穆斯林的学生 看好穆斯林潜在19亿人口的商机 观传局2019年起积极推动 穆斯林友善环境计划 协助台北市景店及旅宿业者 做好宗教生活必须的饮食 及祈祷需求的相关设备 今年辅导两处景店及13家旅馆 四年来也已辅导78家 期盼穆斯林朋友 可以感受台湾的多元友善包容性 感受便利的观光生活体验 欢迎来自台北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谢谢 继新移民首作班广受好评后 松山区公所再度与玉达高中 攜手举办新移民烹饪班课程 学员们化身魔法厨师 跟着老师的步骤 料理出台式家常菜 和各种烘焙点心 满足家人的味蕾 也提升了家庭情感 学员们在课堂上专注聆听 老师讲解披萨的制作过程 接着跟着步骤进行操作 有的负责切菜备料 有的负责搅拌面团 最后一片片料多味美的披萨 就完成了 松山区公所再度与台北市 玉达高级中学携手合作 在学校专业餐饮教室 举办烹饪课 课程规划中餐与烘焙两部分 其中烘焙点心由李静怡老师规划 制作披萨蛋黄酥 双味司康和咖啡蛋糕卷等 学员们如同魔法师般 辨出一道道美味的点心料理 都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大家好 我们是新玉米的玉米姐妹 欢迎大家帮您的课程 松山去工作 谢谢老师 也特别谢谢玉达的这个 所有的工作伙伴 帮大家上了一个这么棒的课程 这个课程棒不棒 我一来的时候 就闻到好香的味道 我想这个松山这几年都跟这个玉达 开设了各式各样的新玉米的课程 都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也希望呢 之后呢 如果玉达这边有任何的课程呢 也欢迎大家假厚到手 互相的通报 那我们都可以在这边一起学习成长 谢谢大家 节夜典礼中 区长游竹萍 除了对学员们的精巧厨艺 以及热忱的学习精神 给予高度的肯定 也期盼透过课程 增进新一名朋友的互相合作 帮助他们融入台湾社会 并鼓励新一名朋友们 参加政府开办的各种活动 与课程促进文化交流 中赛区新一名 遇到同任方在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 与针箭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得你来拿 詳请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箭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带你来看股市愁年初 一万八高点一路下滑 加上物价指数持续上涨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有高达四成八的上班族 拥有正值外的第二份收入 另外也发现有高达三成五的上班族 月底吃土完全没有多余的钱 可以储蓄 股市重挫加上通膨影响 让不少民众资产缩水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六成五的上班族有储蓄的习惯 而平均每个月可以存下 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八元 另外三成五的上班族 完全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 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存款 就肯定存跟活存这样子而已 对 那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存款 不是其他的投资方式 因为我觉得其他投资方式 其实风险还蛮大 就包括像股票一样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太极电很稳什么之类 最近也是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这方面真的 我没有那么大的心脏去复合这样的事情 我们发现上班族理财最常见的工具 还是以银行储蓄为最大中 但八成左右 那么其次的话就是股票ETF 那再来就是像是一些储蓄型保单 投资型保单 那最后是像基金外币外汇这样子 但我们进一步来看呢 其实只有六成五的上班族 有储蓄的习惯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剩下的三成五 都没有办法有余裕可以储蓄 那也显见说 其实薪资缓慢的成长 追不上物价通膨的速度 所以也让这个上班族 会觉得捉襟见肘 没有余裕可以做投资理财 上班族投资理财最怕遇到的状况 第一个当然还是失业 没有中断了收入的来源 因为大多数的人 都是透过正值的收入来源 来做额外的投资 所以假设说呢 不小心遇到了失业的情况 很担心这个投资的本金就不见了 那么其次的话 也会担心说 投资的机构破产了 像过去的雷曼兄弟一样 那可能资产在一期之间 就会化为乌有 那也担心说 买的股票呢突然暴跌 或者是招人诈骗 这些都是上班族 比较担心的 遇到的投资的陷阱 存款人存在每一家 同一家金融机构的存款 300万元的部分 平均有98.1 是受到300万元以内的保障 也就是说 大概才1.8和1.9的人 大概会超过300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假设存款人 其实也没有必要特别去分散存款 如果你的存款在300万以下 其实同一家金融机构存就可以了 如果你超过300万 你也可以看看 分散到不同金融机构 如果其实你只要相信政府 平常也会做风险控管的工作的话 其实放在同一家银行 随时注意一下 那如果风吹槽动 你再来 再行动都还来得及 所以 所以所谓98.1是 平均98.1的存款 都快才300万以下 所以都完全受到保障 包括本金利息 包括外币 都受到保障 调查也发现 高达四成八的上班族 拥有正值工作以外的第二收入 其中五成八收入来源 是兼职打工 而另外四成 则是拥有投资获利 带来的被动收入 到底上班族 想要有第二份收入的 原因是什么呢 那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还是要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我相信一半的民众 都是为了这个原因 再来就是现在的人 越来越长寿了 我们退休的时间 可能会很长 可能20年30年 所以要提早的为退休做准备 那也有人希望可以财富自由 或者是财富增值 那理财说 最怕遇到什么呢 最怕遇到的状况就是 你的第一份本金 也就是你的正值收入 失业了 那导致你的收入中断 这是投资人最害怕的 还有就是你投资的 机构破产了 血本无归 或者是你买的股票暴跌 那最后是招人诈骗 这些都是上班族最担心的 好 我们进一步来询问 储蓄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那发现有三成五的上班族 是完全没有储蓄的 那这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薪资扣掉生活费之后 完全没有余裕了 无法进行任何的储蓄和投资 那反观呢 有六成五的上班族 是有储蓄的习惯的 那储蓄的金额 平均会落在将近是一万两千元 那到底多少钱 才算是有钱人呢 我们调查发现呢 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上班族认为 你至少要有一千万的流动资金 才算是有钱人 那也有百分之四点八认为说 只要有十万元就是有钱人了 好我们整体来看平均 平均上班族是认为 你要有四百七十四万 而且是可以流动的 即时流动可运用的资金 才能算得上是有钱人 调查也发现 上班族认为 拥有四百七十四万元的流动资金 就可以称得上是有钱人 而八成六的上班族 在存款超过三百万元时 就会选择分散风险 将钱存在不同的金融机构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疫情带动了数位学习 中华白斯带以关怀协会 在新北市新店区 举办了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的 秋季润谈 邀请到产观学民等各界精英 共同来关心数位时代的 儿少影音权益 白斯带关怀协会 长期致力于 关心青少儿数位学习 网路两性教育 22号白斯带关怀协会 办理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 当天分为上下午共四个课程 包含影音媒体创意制裁权 数位时代影音权益 影音媒体儿少健康权 及影音媒体社区行动 白斯带关怀协会执行长 红薇薇表示 透过课程讨论 再使用媒体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的秋季论坛的主题 是数位时代的乐听权益 这当中我们会从乐听人的角度来看 目前在网路上出现许多充满创意的梗图 那当然目前在网路上有许多的影音的节目 跟自传自媒体的内容 这里面会碰到有一些是使用音乐版权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除了关心一些创意 也会关心在网路上面 音乐智慧财产权的使用 那在今天的下午的部分 我们则会邀请到国家地理频道的制作人 纪录片导演 来谈目前在跨国频道当中 怎么样能够来展现台湾的形象 跟台湾的观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使用媒体的人越来越多 生活越来越方便 黄欧威表示 也因为如此 希望透过课程让大家明白 即使在网路上 也要尊重他人的智慧财产权益 那我想我们这一次白四代举办的 媒体天空领航员的秋季论坛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来关心 不只是网路上是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 同时它也是一个要尊重他人 智慧财产权益的一个自媒体的空间 同时我们也希望目前在台湾 谈到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发展的国家 那我们在言论自由 还有在一些保护人权上面的分寸 应该如何拿捏 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 自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4点半结束 共约150人参与课程 四个主题演讲 透过各界精英分享不同例子 希望借由论坛让民众们 关心数位时代下的影音权益 记者林云彤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协会 与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 共同主办的台北游影3 影片征选活动 吸引了许多民众教主宝座 以多元的拍摄手法 创意记录台北城市 首奖奖金高达8万元 以珍贵的生活为第一份保证 追逐了自己的梦想 背越台北影片俯瞰台北 加上感性文字与旁白 带领观众欣赏这块土地之美 获得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 与观光传播局举办的影片征选活动首奖 得奖人惊喜万分 我这次是用空拍机 用空拍摄影的方式 然后记录台北的一些各个角落 跟比较知名的一些建筑物 还有一些像大安森林公园 阳明山一些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用空拍的视角 就是重新再记录一下 这座美丽的大城市这样子 之前有生活在台北 那所以就是可以看 就有发现台北一些角落 是可以用空拍的方式来呈现的这样子 能够收集那么多台北的各个景点 各个画面 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做的 那毕竟每次来台北 就是可能空拍摄影的时候 就会发现可能天气不是很好 或者怎么样 就变成画面可能没有到那么的足够这样子 对那所以就是 应该说最辛苦的就是 这些画面的收集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对 我完全没有把握 可以得到这么前面的奖项这样子 对对对 心情很开心 就是有 应该说有更加的动力 可以再去做这样的 就是空拍的摄影这样子 然后记录我们制作这个城市啊台北 甚至是整个台湾这样子 除了首奖之外 还有两名优选和三名佳作 作品以各种角度诠释台北的人文风景特色脱颖而出 另外活动总共吸引了156部作品参赛 这今年的作品的特色 我个人觉得 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其中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有 外国人他透过歌唱的方式 表达到台北生活的方式 那第二个也有 透过舞蹈的 透过他的舞蹈的表现 他的后疫情生活的方式 更有特色的就是说 他有透过那个什么非夜台北 透过空拍的方式 表达到台北 把呈现台北的一个特色的特色的原貌出来 我想这个都是以往我们所没看过的一个特色的地方 我们第一名的那个优选的部分 我们给他一种所谓的八万块钱的奖金 那第二个我们 我们有两个 第二名的部分是给他两万块钱的奖金 第三名是给他一个人是给八千块钱的奖金 当然还有一些讲座跟那个奖状 这是我想跟去年不同的地方 我想这也是吸引了我们的民众 来参选的一个动机 一个诱因 我也参与这么多年 我们在呼吁我们的民众 可以踊跃的来使用我们的第三频道 来使用公用频道 来使用一个公用的那个媒体的禁用权 还有表达你的对台北的生活的感想 接近我们的社区 那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奖金的不断的提高 希望你们多多把你们好的作品 来呈现出来 后疫情时代的这个来临 我想各行各业 包括我们有线电视 这些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大家不管是从个人 或是公司企业 甚至这个对未来的整个手机的拍摄 跟整个台北城市的介绍 我想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那这课程已经办了连续好多年 而且今年又新增了很多的奖项 首奖的金额也提高 而且有增加行动力奖 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 我想这后疫情时代 10月13号以后 我们看到 就像我刚刚在马路上 或是我刚从新加坡回来 就看到很多的日本 韩国的观光客 都已经涌入到我们的台湾台北来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不管是得奖的贵宾 或者是参与课程的所有的学员 还是想要报名明年的学员 都能够来继续拍你们心目中最美的台北 把台北的故事 你的感情 除了透过台北市公共频道播映之外 可以透过你的FB YouTube IG 传给全世界各地你的好朋友亲人 那我在这边也诚挚的邀请各位贵宾 跟来自全世界还有收看我们这一次影片的活动的贵宾 能够参加我们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在明年的2月5号到2月19号 在我们台北市的信义区 国富纪念馆跟台北101跟市政府广场前 再一次的邀请大家来参加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台北市公用频道学会呢 我们是台北市政府跟 我们台北市公用频道的这些专家学者 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落实媒体禁用权的理念 那民众可以将你们自己想拍摄的影片故事 或是社区学习任何的台北的故事跟心情 可以透过台北市公用频道网路上 就可以免费申请播出 那希望透过我们 因为近几年来有手机的这个趋势 那民众会反映说 手机来拍摄这些技巧呢 有需要提升 所以我们跟台北市公用频道 像今年的王雅为理事长呢 就特别的这个配合疫情时代 开设了线上跟线下的课程 就是希望除了这个进阶班的学员之外 可以广邀这些基础班的学员 能够记录下来 平日你观察到的台北的 不管是美食故事巷弄的文化等等 把它记录起来 跟您的家人同事朋友分享 更可以透过这个IG相关的这个 这个网路的媒体 分享到全世界各地 让大家认识台北 尽而爱上台北 尽而在台北来旅游 这是我们台北市跟台北市公用频道 一起推动公用频道理念的一个概念 公用频道每年举办影展 影像人力培养课程论坛等活动 邀请民众透过公用频道发声 实现媒体禁用权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谈关心您 再带来看金融安乐区有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总部 门牌号码竟然一模一样 候选人张明杰黄继棠 两个人不约而同 看上安乐路的一处店面 进驻后才得知这个门牌号码分隔成两间店面 不过他们不介意相互加油打气 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两位候选人完成耗词抽签 互相加油打气 除了同一选区是竞争对手 回到了竞选总部 还有一个巧合 彼此的总部还在一起 还是同一个地址共用一个门牌 不是这样赌过啊 不是赌过两个啊 会有加深印象的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两样做会啊 安乐路二段92号 有趣的是我们用同一个门牌 中间就隔一道木板 隔一道墙 所以我们不管是上厕所 也都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相对的现在很多人来送花 或者说有些挂号信 或者说寄一些信 那没错 寄到这边都要先问一下 哪一间 是哪一间 是哪一位候选人 是哪一个 是黄继棠还是隔壁那一位 大概都会这样问一下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啦 没有你跟我们两个 七一哈哈的 我们两个每天 我们两个 每天 见面 尤其晚上他在开会 他很认识的 在开会 我要回家啦 我要跟他们一起 七十二岁的张明杰 曾经担任过 安乐区一届议员 今年卷土重来 二三四岁的黄继棠 今年首次参选 两个人相差四十多岁 对竞选总部 就在隔壁 对于竞选总部 就在隔壁 两个人完全不会尴尬 还会互相打招呼 因为真的就隔一道木板 所以你开了门就是隔壁 就是隔壁 就会看到 看到我们的前辈啦 这样子 一开始不习惯 一开始当然会稍微有一点 有一些问号在 那当然 久而久之 那毕竟 也是成为事实了 那当然我们就只有 接受 那毕竟 我们最后一个月 我们当然还是尽可能 我们是新人 我们要多去外面跟年轻人 去跟民众做接触 跟我们的乡亲做接触 我觉得这才是 重中之重 才是重要的事情 争取民众认同 多出去 对 我就跟黄金党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我们共同努力 为我们地方的选举 我们共同努力 所以说我们不介意 我们相连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现在每天 还是很愉快的打招呼 还是互相的勉励 还是互相的加油 虽然 两个人都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 介意五党籍参选 不过挑选相同地点当敬重 也算是另类的缘分 同为竞争者 没有烟销位 大家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记者黄少铭金党报导 再是意外消息 基隆祥峰街 有一栋公寓 发生了火警 住户夫妻 准备搭计程车前往福建 上车后 这个司机回转 发现这个房子冒出了黑烟 赶紧向119求助 火势一度波及到隔壁住户 索性住户全部都及时脱困 猛烈火蛇伴随着浓浓黑烟 从窗户窜出 室内冒出熊熊火光 雖然里头没有人受困 消防员立即拿出水柱 直冲三楼的冒火处 金隆祥峰街 这栋三层楼民宅 25号上午9点传出火警 当时夫妻俩正搭建车 要前往市区附建 没想到夫妻俩才刚上车 司机就发现民宅冒烟 夫妻一看不得了 是自己家赶紧下车 车顶顶要去看医生 对 出门就对了 算是扛房 是我们讲的 他说你老公哪出院 那我们来 不然我都去带 不然我走不走不走 我世鱼过来看 我车停的跟床车也没看 对喔 世鱼过来 世鱼过来 欸 老公在床车 我快来 有人在看 我说 拜托你们今天带个医生 平常住两个人 他平常有烧香拜拜的习惯 对啊 去复健啦 然后刚好那个司机跟他说 欸 怎么你老公 欸 他们赶快再承回头回来 然后就失火了 然后他就好久及时发现 这场火来得快 消防队员全力扑灭 火事很快被控制 不过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还波及到隔壁民宅 我们就发现三轮厅前面烂烧 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 然后有赶快先问民众 然后左侧的两个老人家 跟右侧的一户 总共五个人全部顺利逃出 然后我们再来开始 马上进行烂火攻击 翔风街发生了一场火警 最主要起火是在房屋三楼的部分 那据我们所了解 应该一次三楼是有神明厅的一个 在做一个使用 那所见这场火灾 没有导致任何人员的一个伤亡 那这是不幸中的一个大幸 那我们后续也会来协助加索 那看能不能有一个暂时安置的一个空间 这起火警造成三楼民宅被烧毁 左边民宅也被波及 所幸住户踏出家门 就发现屋内起火 赶紧疏散民众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真正起火原因 任由待警消进一步调查 记者 王少民 金融报导 智慧教育的推动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金融市政府近年来 投入了3.9亿打造智慧教育 在基隆深深都能无线上网 班班都有触控电视 校校都有创课教室 学生与平板的配置比例2比1 领先全国的6比1 带您到深美国小来瞧瞧 这堂国文课孩子们使用平板 根据老师指定的问题 上网找资料打字上传 会不会卡住上不了呢 孩子们说不会 教室内都有分享器频宽足够 我们班上的无线网络AP 这部分我们在今年年底 也可以完成全市的班班 有WiFi 6AP去处理无线网络部分 接着我们的深深用平板 其实我们的计划研验 虽然全国的比例是1比6 一个平板是六个学生共用的状况之下 但是我们基隆是已经超前全国 我们可以用两个学生 共用一个平板的比例 在我们的学校去推行 我们的资讯教育 跟相关的线上学习 市府投注资源与心力 深深都能无线上网 智慧教育环境 还包含了班班都有触控电视 每一位老师都可以在班级 与同学进行数位化教学 实体远距同步进行 大电视的部分 就是如果是线上教学的话 其实它荧幕很大 然后所以孩子其实看得很清楚 然后再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会有线上的孩子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像 Jumbo 然后我们做一些分享画面的部分 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互动 然后现在因为学校还有给我们 就是平板部分 所以如果当他们请假 要进行小组合作的时候 我就会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平板 放在那一组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 进行小组合作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 每一桌上都会有 两三个平板 然后他们是对着它 所以可能会有 那个画面上对着平板 在讲话 但是他们其实在讨论 那部分 所以就是虽然在家上课 但是还是有达到 其实很像在学校的那个部分 对 然后透过线上作业的话 我们也可以平常可能 没有办法 花那个时间 看的一些影片 从那边 然后孩子的回馈 我也可以看到孩子的学习情形 学生们偏好的 学习形式排序中 会诚实学习 很受欢迎 具弹性 以多元可能的学习模式 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有平板还有电脑 我觉得用起来 可能会比平常使用口头 来补充更多资讯 用这个平板的好处 就比我们自己头脑 想的资讯更多 就是自己可以看影片 让自己更了解一些 其他的东西 用那个可动部可上课的话 是可以查到更多资料 跟资据 这样在一些功课上 或是在教学方面 这样也会比较好 就是如果你用可动部可上课的话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比较方便你 就是线上请假的人也可以使用 画画身体的时候 就不容易出现尺寸上面误差 那我们就完成了 校校都有创课教室 早已全数完成 后疫情时代 教育创新 数位学习 成新常态 而进入市府 早就部署完成 基隆市在107年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 用历经三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 校校有创课教室 非常感谢市政府大力的协助 所以我们在校园内 我们使用资讯设备 在进行融入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数位载具的协助 然后包含我们这几年 教室内的网路跟网速提升之后 其实孩子在使用平板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学习的速度更快 不管在收集资料 或者在做互动式的 资讯的交换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 老师其实在进行教学的时候 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变得更多元 然后而且有更多 不同的可能性发生 那这部分 我相信在教育现场 发生质变 对孩子的学习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 这样的政策 能够让孩子的学习 有更多的面向 智慧教育投入了3.9亿元 深深都能无线上网 班班都有触控电视 校校都有创客教室 提供给学生更舒适 是优质与智慧化的学习环境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在这里来看 金融市老年人口是越来越多 长期照顾就越来越重要 金融市卫生局 特地在必杀鱼港 举办 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表扬活动 用必杀游艇美食及奖杯 来感谢基优长照服务人员 专业辛苦的付出 在海天一色游艇陪伴下 让人垂涎三尺的游艇 海鲜美食任君挑选 用美食来犒赏感谢 对现代老龄化社会 更有直接贡献的 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特别是 基隆市老年人口数比率 越来越高 长期照顾也越来越重要 由基隆市卫生局主办的 基隆市第八届 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表扬活动 除了用美食犒赏之外 更由基隆市卫生局长吴泽成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基隆市议会议长秘书等人颁发奖杯 致证给来自各单位机关的 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感谢也肯定大家 在工作岗位上的付出和努力 不管是在各管那方面 各管服务的人员 不管是在专业照顾的人员 或是生活照顾的人员 等等 表达一个小小的心意 谢谢他们 对于这些 尝照需要受服务的人员 尽心尽力 而且充满了一个爱情 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老人状况 我们大概在明年的时候 大概明年底 明年底我们会到超高龄社会的一个标准 换句话说每五个老人 每五个基隆市民就有一个超过65岁 那这超过65岁里面的人 大概有一成的人 大概一成出头 会需要尝照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说 照顾服务员的一个训练 这个破在眉睫 为了协助需要尝照服务的民众 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不只需要专业知识和热忱的服务 有的更需要爬山涉水 到比较偏交的地区进行服务 更需要许多民间友善团体 在各方面的支援 有些不为人知的辛苦 在接下奖杯的那一刻 转化成为受到肯定的骄傲 接了12个案子 包括在这个长照中心 还有社会处这个社工科 有转接近12个案子 那我们协会呢 支出的这个费用 也超过了大概一两百万这样 那我们就是一直投入 来帮助我们长照中心 还有社工科 帮助我们独居长辈做房屋修缮 那很荣幸呢 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奖项 那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其实就会 他就会有点感同身受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一个家属 那所以说就会 我在评估的时候 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就是要设身处定的 盡可能去帮助他们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虽然今天这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肯定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一个 有意义的事情 还是可以继续的一直做下去 这样子 江星比星把服务的长者 看作是自己的家人 来细心照顾 是长照服务人员共同信念 因为未来大家都有可能 从照顾长者 变成被人照顾的长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周山区百年历史的 先动国小活动中心 因为常年漏水愁湿 导致木制舞台腐朽 地板溶起 四周的墙壁 尤其剥弱严重 在市议员张炳君的争取下 进行整修 先动国小冠军队伍太鼓队 以打鼓来庆祝 先动国小冠军太鼓队 用鼓声来庆祝 有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 连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也一起加入太鼓队 练习打鼓兼庆祝 百年历史的先动国小活动中心 因为常年漏水潮湿 导致木制舞台腐朽 地板隆起 四周墙壁尤其剥落严重 一年前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到现场会刊 积极争取下 要求市政府教育处 补助施作活动中心屋顶防漏工程 重新整修舞台区 以及粉刷整理四周围的墙壁和窗台 已经整修完成 校方非常感谢张炳君的协助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那个张炳君一坐这边 帮学校来争取资源 然后让学校这边原本 可能比较残破的一个 活动中心的一个设施设备的部分 都能够得到全面性的一个改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 其实小朋友 光是踏进来这边的 在做一些练习活动 或者是课程活动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那那个对小朋友来讲 其实真的是 让他们有一个更舒适 更友善的一个学习条件 来让他们在学习效果上面 可以有做一些提升 来去争取经费 希望来针对整个活动中心 重新整顿 提供更优质的教学环境 给我们所有的先动国小的师生 那也很开心 现在我们来到了整个 幻南一新的先动国小的活动中心 大家看到木质地板已经修复完成 包含我们的油漆也重新粉霜 里门窗也重新的替换过了 那我相信这个的活动中心 可以让我们整个先动国小 整个的学生 感受到我们有优质的环境 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来去认真的求学 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那今天其实也同时 还有来去帮我们的先动国小太鼓队 来去加油打气 因为我知道他们前两年 其实都是比赛第一名 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代表季同市出去比赛 那现在疫情比较趋緩了 那我们这边也是由衷的祝福 我们在11月的时候 我们先动国小可以再次拿到第一名 然后代表我们基隆市 来为我们基隆市争光 相较于一年前的木制舞台 腐朽变黑地板隆起 触目惊心的场景 对比整修完成崭新的活动中心 师生们可以安心安全练习打太鼓 以及做其他活动和运动 在随着疫情逐渐趋緩解封 先动国小冠军太鼓队也将持续 征战各项太鼓比赛 延续冠军的光荣 先动国小太鼓队 有我的一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要提供孩子更优质的午餐服务 金融市政府向中央 争取一亿七千万元的经费 将百福国中及成功国小等 11间学校厨房进行改造 不但更新设备更融入美感设计 金融市长牛昌与多位市议员 在成功国小为11间学校中央厨房 共同接牌 为了提供金融学子更优质的营养午餐 金融市政府向中央 争取一亿七千万元经费进行 包括百福国中及成功国小等 学校的中央厨房改造计划 以成功国小为例 除了更新厨房烹饪料理设备 与校图作业环境 更美化原本昏暗的走廊 还将闲置舱间打造成 封食房食欲空间 并融入食欲教育相关课程及活动 让小朋友了解食物来源 进而学会珍惜食物 我们不只是处理厨房而已 我们其实上是把它当成 是校园改造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各个学校 有师生的一个参与 另外厨房的周边的环境 也一并做了整理 所以很多学校 其实是用闲置的仓库 或者闲置的空间 来进行厨房的一个改造 厨房的空间不只是 食欲教育的一个环境而已 其实也是整个学校 包括休闲或者是 甚至可以在这些地方 进行相关课程的讨论跟交流 可以一个空间 但是有多功能的一个使用 所以我们等于是让整个 金融市的校园环境 在最近这七八年的时间里面 有大幅的一个改变 比平常的营养午餐 感觉比较好 明亮又充满美感的用餐环境 加上由营养师秉执把关的美食佳肴 让小朋友吃得相当开心 打破外界对校园厨房的刻板印象 更让关心金融教育的市议员们 大为肯定 有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回忆 还不错 整个环境 整个环境非常好 因为 记得成功我小以前不是这样子 那经过改造之后 真的是不一样 觉得真的是学校用心 家长安心 小朋友吃得会开心 色香味俱全的一个营养午餐 在学校环境改变以外 包括这个中央食房 食材也很棒 所以学生应该很幸福 在这种环境之下的成长学习 我想他们也会留下很好的回忆 我也非常开心 像今天我们学校的教育 尽到这一环 我想对小朋友未来的讲 他们在学习上 还有在学习上 会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个环境 我想成功国小校园环境的改变 今天在加入这个厨房的改造 我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让我们的学生 老师都有一个很好的食用空间 然后也可以让学生来学习 我们食物的这个保存 还有不要浪费的精神 除了改造 校园中央厨房 与活用闲置空间 教育处方面表示 未来四个月将规划食斑鱼入菜 让基隆市每位学生 每个月都可以享用一次食斑鱼 同时也规划将午餐菜金加码五元 并积极向中央争取升级午餐食材费用 让基隆的孩子能够享用更丰盛美味的营养午餐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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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